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收看最新一集的《文杰国波经》 这一集是讲了怎样一分钟来回天堂与地狱 比宁咸路极绕F的球证 所以这集的主角就是王家马德里 就是比宁咸 当然了 讲到关乎于球证的执法问题 我们经常都会讲 在大战中 最好球证执法就不要有任何的偏差 要不然就算哪对赢哪对输都好 都一定会惹来双方球迷的极大不满 在我录影的时候 还未踢曼城对曼联这场英超赛事 不过在这场波之前 今个星期 无论是西甲、英超及伊甲 都发生了球证执法的问题 引致到球员不满 引致到球迷的不满 甚至出现了死亡的恐吓 首先想说的是西甲方面 因为我的封面也是比宁咸 主角就是华伦西亚和王家马德里之间 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球证的 借素斯基尔·文沙路先生 他才是今周最惹非议的球证 先讲讲这位文沙路球证先生 他在2018年其中一场西甲的执法赛事 巴塞隆拿和基朗牙打成二比二平手 那场赛后 就是美斯拒绝和这位文沙路先生握手 因为他当中赶走了法国首长 巴塞隆拿的兰格力克 即是现在阿斯利东维拉那位 美斯对他整场球的执法都很不满 怒怒猪就不跟他握手 好了 展转间又去到2022年的欧巴杯四强赛事 韦斯咸对着法兰克福 当届法兰克福是冠军的 两个回合 法兰克福一贯赢3比1 首回合赢2比1作客 回到主场法兰克福都赢1比0 那场球很早阶段也是 一早就赶走了韦斯咸的球员基士维出场 然后再转转去到下半场 就是莫耶斯自己抵死的波克发脾气 球证也赶走了出场 最主要就是看回韦斯咸的报道消息的网站 就是说 这场球最小心就是被委派的西班牙球证文沙路先生 因为根据当届二二到二三的球贵 33场的执法赛事里面 他一共给了136面的黄牌和7个红牌 这个球证是很喜欢那些靠给牌 威吓你树立自己权威的一种人 我先说这位球证少少两单网绩 或者你更加有心思的话 你可能查得到更加多的 我不是说要带风向 引导大家一开始就对文沙路先生有什么偏见 不过稍稍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其实这场球开始之前 都已经嗅到一些不妥的味道 就是王家马德里带他那两套作客波衣 都是那条波褲比较深色一点 跟华伦西亚撞了色 球证文沙路先生说 不容许 不可以这样逼着王家马德里 就要穿上届那套浅紫色的作客波衣 又要说一些仇恨存在 原来上届季尾 王家马德里作客输给华伦西亚0-1 那场球到90加7分钟的时候 维尼素斯被逐 那场球实际上维尼素斯 也遭到华伦西亚的球迷 一些种族歧视性的侮辱 但华伦西亚后也处分了这位球迷 亦是公然捍卫自己的球会 华伦西亚说 这是个别球迷事件 我们华伦西亚的宗旨不是这样 不关我们的事 但当然 对比皇马球迷就会想 华伦西亚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是今次主场 再度出击迎战王家马德里 是有一种心态捍卫自己而战的 实际上这一场球 一开球上半场 华伦西亚就已经 咦 舔到甜头了 先领先2-0 2-0这两个球 都关乎王家马德里自己 在防务上的疏忽 1-0那球就维尼素斯 罕有地回到自己 左路禁区前底线附近 打算协防拆认 结果被人抢走那球 再传中 第一时间 有个华伦西亚的球员 撞射 就是塔凯 打橫 就刚刚去到杜罗的头 顶入网 先领先1-0 王家马德里 三分钟后 就输到0-2 就是卡华查 另一边的大佬 后场误传 误传就好像变助攻单刀 给对面华伦西亚的前锋 耶林卓克单刀 射成2-0 不过很快上半场 又是这队 后防失脱的好兄弟 卡华查 在右路底线传中 碰到华伦西亚的球员 改变了一个方向 被门前包抄 撞射入网的维尼素斯 搞定 一比二之后 维尼素斯 报仇了 震备高夫 向着看台的球迷 他是向着看台上的 华伦西亚的球迷 震备高夫 你想想 记住 那个 记住那种情怀 是多么深入才可以 好了 展转间到下半场 王家马德里 经过调动 换入高大中锋 河西路 或者你叫做祖斯素 再加上加西亚 一直是压着华伦去踢 结果 甚至乎 去到下半场 75分钟 就追回2比2 这个球要看VAR再判断 究竟出球那剩下 有没有越位 结果球证是说 没有的 一直咬到赛事末段 比赛的进程 紧张 不是太精彩 但也相当激烈 到了89分钟左右的阶段 我记得就是 曹瓦文尼一次搶球 就跌倒在地上 跌下去的阶段 其实就是 对面的首长 迪亚卡比 就已经伸进了 脚出来拦截 因为深到尽了 那就没有反思之力了 结果就承受了曹瓦文尼 跌倒 压下去 他的脚膝头哥的力 根据一些外电的报道 就是说 迪亚卡比 脚膝头哥的位置 是有些变形的 在场的球员 全都不见到 在这里先触 福迪亚卡比 尽快去康复 因为这些严重的伤患 老实说 復出之后 有多少成的水准都不知道 OK 那个意外 接着在90分钟过后的初段 道罗也能拼得到十二码 文沙鲁先生 直到十二码 就是道罗站起脚 就遭到 王家玛德里手杖的迫夹 跌跌了 但后来再看VAR 就把十二码吹走 因为觉得碰撞点 危险就不太着力 没理由这样 就跌下判法十二码 当然惹来 华伦西亚的球迷不满 好,及后 华伦西亚也有一些精彩的 埋门撞射 亦是差一点点 但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到尾段 就是摩迪开出一个角球的时候 第一度的射门 不能够把握得到 华伦西亚的首相解围 去到这个进攻 右路禁区边缘的位置 伊巴显迪亚斯 准备出波 准备出波 我们看到在禁区外面的 球证先生、文梢露先生 吹奸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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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 以为又做够势主 你向球证说粗话,你会死定的 这种红牌是递比的 但问题是,为什么会令比宁咸有种激动的情绪呢? 关于这个入球过程 我看到一些所谓很理性的评论 所谓很理性的评论 大家认为对不对 其实可能华雷西亚的球员 就已经听到球证 必必的那两下都知道 吹完长鸡了 所以就没有去全力追逐着比宁咸 比宁咸就可以很轻松顶入 我觉得这些说法 是他理性的 好像没什么不对 不过这些人应该不是 他不会是太喜欢足球的 足球怎样可以这么清醒呢? 那时候看见自己的队友 准备全球迈来 有什么理由我不走去涌 涌入了 你说不算才算 或者射不进 又或者我可以反过来说 你华雷西亚的守卫自己笨 如果真的听到鸡声而不去追 或者不努力去逼抢比宁咸的话 你自己放弃了一个防守机会 保上保的 那球证理论上是可以趋劲的 但如果时间对不对 可能在一个法理 球例的规章那里 文沙路先生是没有不对的 但如果你要趋劲 你早点趋劲 摩迪开出个角球 第一点争取不到射门 你叭叭叭叭叭 结果转转间的球 去到右路禁区边缘的迪亚斯 射门迪亚斯 你是不是猜他出不了球 老实说看那一刻 我都认为 他不像是能出得到这个球 但你不能让他认为 你求中你就吹 你早点吹 你等他出球那一刻 你才来吹 王加玛德里官方那边的报道 当然是很纷纷不平 就说他扼杀了这一场比赛 将一个入球 就这样吹走 原本王加玛德里可以是赢3比2 当然对于华伦西亚的球迷来说 他们会觉得 较早时候导陀被踢铁 那个都应该是半分12码 其实去到90分钟之后的阶段 大家都有机会领先3比2 好像拉回云 大家2比2打 就是很合理 但我相信你宁愿是3比3 说回一些实际的数字 就说保时7分钟 之后又发生过疑似12码 看看VAR又说没有12码 直到正式吹街 原场是98分40秒 另外一方面看看事实 就是西甲上个球季的统计 就是在实际比赛时间 是五大联赛中最少的 我做了一些资料搜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法甲 比赛时间96分25秒 正比赛时间55分59秒 比赛时间不是最长 但是正比赛时间 这个百分比是占最多的 58.1% 第二位是二甲 比赛平均时间97分39秒 正比赛时间54分40秒 占百分比是56% 第三位是得甲 比赛平均时间96分33秒 正比赛时间54分03秒 正比赛时间的百分比是56% 跟二甲一样 第四位才轮到英超 所以各位球迷社 英超的快速上落 看回这些实际数字 又不是你所想象中的 英超的比赛时间 平均是98分14秒 很长 正比赛时间是54分46秒 占百分比只有55.8% 最少的是西甲 西甲方面 平均比赛时间长 98分16秒 正比赛时间只有53分41秒 占百分比是54.6% 因为西甲停顿得多 西甲现在可以说越来越精彩 停顿得多 结果球证就唯有 在90分钟之后 尽量补多一点的时间给你 所正的百分比 其实可以省略不统计 只要有一个方法 最近吹出来 就是说 蓝牌制度 应该是不成功的了 但是我反而建议 不如效法一下美式体育 即是球一停 一出界就禁止了 那你永远都是足称的 时间比赛 永远都是足称的 所以大家也没有交捞 就不要永远都是 保时补多多分钟 又有没有补上补 好了 耳甲波方面 今周发生了什么问题 就来自拉素 对着A4米兰这场球 我看看赛后结果 没有看直播 输0比1 拉素不奇 输给A4米兰 原来拉素到最后打8个 只是下半场赶走了三名拉素的球员 包括帕利坚尼 以及90加5分钟 阿当的莫路斯 以及90加8分钟 的前阿仙奴的中场球员 古恩道士 三位 而最后两位被促出场 都是跟A4米兰的前车路士球员 美国队长佩利锡有关 是引致他们两个要红牌出场的 于是佩利锡在赛后 放了一张庆祝的照片出来 就引来很多的 一些辱骂他的言辞 根据报道就是这样说的 甚至乎叫佩利锡收东西 收什么东西 被极端球迷 发出的死亡恐吓威胁警告 看看古恩道士的推撞 是否大到真的要给红牌呢 黄牌会不会合理一点呢 你引致到大家 这么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利物浦 利物浦作客一比零击败 落定岩森林 90加9分钟的时候 纽尼斯头锤顶入的波 是相当之美妙的 但最主要就是一件事情 赛后 马列纳基斯 就是他们的希腊班住森林 以及他们的一队教练 就是史提芬·列特 也冲下场跟迪恩尼理论 史提芬·列特这位一队教练 也是被红牌驱逐的 目前就是在森林 担任裁判技术分析师的前 英超著名求情卡顿布 对于迪恩尼的执法 都表示失望 他就是说当时 在最后利物浦的攻势之前 干纳迪这位中坚 就因为头部受伤 而要暂停比赛 他认为 照计再开一个比赛 控球权应该是给森林那边的 但迪恩尼也没有这样做 他继续是给利物浦那边的 转转间制造攻势 也构成最后一个入球产生 洛定衔森林分分钟到4月 被英超赛会的判决 森林是很大机会被扣分的 现在都降班边缘了 再扣分的话 真的会降班了 所以现在每一分都得很着急 实话实说 我看完这场球的直播 我觉得森林是值得得一分的 利物浦这场球 可能连连征战的关系 真的比较疲倦一些球员 当然利物浦都有威胁的攻势 但又不是太多 整体上不是完全压倒性 压着森林 相反森林有几下的突击反击 如果不是自己最后一团处理得不好 或者那一脚射得不太好 森林有波入也不记得 所以这场球 打和是比较合理一点的 当然利物浦的质素是稍高 你可以说把握到最后一个的产市 可以体会到森林球员的失望 不过 其实当最后 麦卡里士达的助攻 理论上 之前的控球权 是落到森林的脚下的 森林的脚下 森林的脚下的 明知只剩下几秒钟 大脚踢走他 是不是 你猜会像西甲国文沙路 麦卡里士达全中的时候 他已经吹鸡 并不是西甲国文沙路 但这里是英超 并不是西甲 今集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这个地方 完了 明知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